国庆佳节恰逢阳城开户买蟹和吃蟹的常见问题 1.买蟹片 首先不是所有这样事的都叫大闸蟹 我是中华戎傲蟹 我是帝王蟹 我是蜘蛛 谢谢 只有中华戎傲蟹才是我们所说的大闸蟹 其次买蟹要挑食蟹也要挑性别 9月买母蟹 红高丰满香醇 10月买公蟹 白高亮大肥嫩 你看在大闸蟹界也是姑娘更早熟嘛 再次怎么才能挑到一只好蟹呢 记住这四个部位 腿要又长又劲 臀要又厚又圆 眼要灵活有神 尬要光泽硬实 最好掂量掂量 大蟹差不多的蟹 越重说明蟹肉越紧实 那为什么都说阳城湖的大闸蟹好呢 因为阳城湖水质好 大闸蟹每天就在清澈的活水里游泳 在水草健身房锻炼 吃的也是新鲜的小鱼小虾 难不解释 2.吃蟹片 这一部分咱们就聊聊 吃蟹要注意什么 第一 不建议尿酸高的人吃蟹 主要是控制蟹肉中漂亮的摄入 以防 咚咚咚咚咚 第二 螃蟹的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很高 一次吃太多容易不消化 我不想说第二次 自己出来 所以吃蟹不要贪多 第三 认准不可食用部位 除了壳 大闸蟹的肠胃腮心这些部位 翻出来扔掉 除了上面说的不能吃的部分 别的都能吃 一个是蟹肉 吃的就是那口鲜嫩清甜 还有一个是蟹黄蟹膏 蟹黄是螃蟹肝一腺的腺体 蟹膏分红白两色 红蟹膏是母蟹的卵肠 白蟹膏是公蟹的负性腺 那大闸蟹怎么吃最好呢 当然是趁热吃 甭管你是蒸着吃炒着吃拌面吃 都要把螃蟹彻底做熟 否则可能会吃到寄生虫和致病菌 蟹太多 一锅摆不下也没关系 把活蟹滚上腿 盖上湿毛巾 放冰箱冷藏 还能存活一周左右 那真是谢谢你了 自个儿进去 你已经是个成熟的螃蟹了